中央早 什么处长啊 还是我姐姐跟我喜欢的人告白 这样大家就不用拆开拆去了 我喜欢一个人 就算他年纪比我大 就算他职位比我高 但我就是喜欢 喜欢的要命 他明明知道我的心意却总是投币 到底为什么 难道他真的喜欢上那个跟他约会的人 还是嫌弃我职位比他低 没错 他能力这么强 一定不会喜欢比自己弱的男人 没关系 我也马上就要升处长了 等人事命令下来 到时候未接相同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对他展开追求了 好棒喔 真的好棒喔 真的很厉害 在我们情信第一个女副总耶 太长了你耶 好棒喔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学姐生的副总 朔哥生的副总 朔哥生的副总 你应该要请住一下 对 朔哥生的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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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厉害 fun 满了 不是啊 你要怎么不开心就直说啊 你怎么变这么伯伯妈妈啊 对啊 你这样子搞得好像我在哄我老婆似的 我喜欢吴明利 我要追他 九千多元的现金大概有多重 大概一百四十多公斤吧 你怎么知道 人总有做白蕴蕴的时候 我如果工作不缩或是被董事长骂的时候 我就会幻想 我可以抱着一一现金睡觉 但我又怕被超费压死了 和我去去查 超费到底有多重 你怎么回来啦 那么早 你员工还在公司拼命呢 我知道他们在拼命啊 公司系统被破解呢 非同小可 问题是如果我不离开公司 他们压力更大 总得让他们学会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 要不然将来怎么独当一面 我们公司拳包单的银行 可以抢了很多的钱 所以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注意一下 最近有来消费的客人 他们的钞票 若是有联好的话 请你一定要马上打电话给我 九千万到手 好了 张建人 妾贼满首现金 不能花肯定心仰 只要打听看看 最近有没有花钱花得特别大方 或是特别不寻常的客人 请这些老客户帮我多留意 注意付钱的钞票是不是联号 谢谢 是不是新钞 只要够小心 我就不信这些妾贼不会露出马脚 好 这样吧 我们换外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是客户 同业发生这么重大的怯癌 客户希望我们保全业能够技术升级 我们是要赶紧技术升级呢 还是慢调私理的跑流程 将心比心 这个检验之后的经济起飞 我们公司连年都赚一个资本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让我们公司赚钱 我们情信绝对也不可以 辜负我们客户的期望 喂 李经理 是 张经理 我跟你说 现在包厢有一个人 他疯狂地开酒 而且呢一直在叫小鞋 重点 他把钱啊 瞒天在那边乱找 那一定就是他们的 一共多少人 就一个人 一个 对对对 我跟你说啊 我有跟附近的店家打听过了 这几个晚上呢 他都在这附近消费 一个晚上就是好几万 我们马上过去 谢谢 谢谢 喂 老许 通知警方 应该找到人了 我把地址发给你 你们准备一下 好 我没事了 明天再来 好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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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小心起来 快一点 还真的是陈玉敏干的 我倒是来都还不敢相信 你还那么客气啊 我以为案子结束之后呢 我们俩的合作关系就结束了 好 那你也坐吧 董事长 我今天是特别来 道谢也是道歉 谢谢你当然不记晓人过 还帮我度过这次难关 龚总 我那就再次强调 我今天所作所为 全是为了我们保全业 我不希望我们大家 努力打下了江山 被这些无耻的小小毁育一旦 还有啊 在未来 希望尊荣 跟我们能够良性竞争 不要搞一些小同事 因为最后伤到了 只是我们保全业 当然当然 董事长我跟你保证 以后 我绝对不会像杀架竞争 也不会让我同事们挑衅 更不会恶意抢单 你知道我想讲的 不只是这些 这个陈玉敏 坚守知道的案子 确实伤到了我们情形 但你可能也万万没想到 他在监狱里面 学到那些伎俩 出狱之后反而咬你一口 中什么阴 得什么果 我希望我们未来啊 想办法壮大自己 不是一昧的打击同业 打击对手 帮我带一句话给王董 帮我带一句话给王董 说兄弟登山各自 我将让些 衷心希望他好 一定 一定 对 对 对